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长沙市中心医院住院大楼浦外医区的病房里 每天上午都会准时传来一阵清脆的英语朗读声 朗读英语的女孩名叫丁当 今年只有16岁 是相谈相相视某高中高三的学生 那么在这位女孩的身上 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呢 快两个月了 就做完手术的时候不太好 现在好多了 好多了 舒服多了 但是还是会痛吗 咳嗽 其实现在你是快想回学校 对啊 那里有老师有同学 丁当告诉我们 尽管自己非常想念老师同学们 但两个多月来 自己却从未走出病房半步 高考在即 丁当的身体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竟让返回学校读书 都成了她的一种奢望呢 就在这时 丁当突然剧烈地咳嗽了起来 丁当却是不住地咳嗽 表情有些痛苦 丁当却是不住地咳嗽 女儿这种情况 已经持续了两个月 严重时 甚至整晚都睡不着觉 那么年纪轻轻的丁当 究竟得了什么病 竟会让她这样虚弱呢 我们采访到了丁当的主治医生 易燕博 他是去年12月21号 做到我们肺咳骑病室的 做检查就发现肺咳有病灶 有个空洞 是空洞性的结合 那它这个肺结合的话 算是严重的嘛 像如果这种结合 不及时控制的话 它可以可能就播伸到全身 以及一些项目的病 或者是这种多器官的结合 那样的话可能就 可以一起这个病人刷一些 甚至有死亡 这个都有可能的 易燕博医生表示 丁当患上的是空洞性肺结合 入院之初病情严重 甚至有生命危险 尽管经过医护人员两个多月的精心治疗 丁当的肺结合已经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但是丁当的病情却仍然严峻 说着丁当的父亲蔡国强给我们翻出了一张照片 触目惊心的伤口缝合针线 让在场的巡警小组也是震惊不已 蔡国强说 女儿丁当被确诊为肺结合之后 又紧接着检查出患有肝胆肿瘤 前几天刚刚做完胆囊切除手术 现在身体非常虚弱 可比起身体的病痛 更加折磨女儿的 却是一个迟迟未完成的心愿 随后蔡国强夫妇 向我们道出了这个家庭最大的秘密 是人家花样我们搭一下 搭一下就来个保护 保护就不要了 不要了 就要我们伸走啊 我们只要他大了一年的时候 那就不伸走了 就自己要大胆 我自己又没有女儿 就是这样子 就是这样子 大胆囊扯阳术的蛋 就像跑球一样 跑到你手里 我跑到他手里 又跑到我手里 就在我这个里面 坐了那个脚啊 原来 叮当并非蔡国强夫妇的亲生女儿 而是16年前 惊人之手抱养过来的 尽管如此 夫妻二人却将叮当视作亲生女儿 对其关怀被置 一家人的关系也甚是和睦 可三年前的一件事情 却彻底打破了这个家庭 原意有的宁静 最初三的时候才长大 我真的真的 以前没有联系过 你以前没有 初三什么情况 我也不知道 他什么时候找到 我也不知道 他什么时候找到 同事的找到没有看什么 我们也不知道 他在那个教室里面找到 他说学校里有一个 我怎么又有 我哪里那么多爸爸妈妈 我说你本来就是 他的 哪里就是我的亲生 爸爸妈妈 我也是你一样 蔡国强藐视 叮当十三岁时 他的亲生父母 曾到学校里与孩子认亲 并且做出承诺 日后女儿有什么需要 都会尽量满足 可承诺过后的三年时间里 亲生父母 却与叮当断了联系 甚至这次叮当生病住院 他们也是不理不睬 就在这时 叮当从病床上爬了起来 要给我们看一样东西 爸 你们如今是什么意思 我做了肚子的手术 切除了一个好大的胆 我现在好痛苦 所以也没好 是吧 你们总是收回来看我 你们都是骗子 我打电话 你们都不接 安心 等于这个的话 都是你给他们发 他们没有回吗 没有 而后面还是妈妈 打电话过去 接了一下 然后又挂掉了 这些天 叮当曾给亲生父母 发过多条短信 可亲生父母 要么推辞说忙 要么干脆不回短信 这让早已被病痛折磨的叮当 胸口上 又重重地插上一道 他不明白 为何三年前 与自己相认时 亲生父母一句一句承诺 日后会对自己好 可现在 自己最需要陪伴照料的时候 他们却又纷纷避而不见 那么 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亲生父母 对叮当态度如此冷淡 在这个女孩的身上 到底有着怎样的心结呢 根据叮当记忆中的地史 我们在乡乡市 一条繁华的街道上 找到了她的亲生父亲 陈光 眼前这位正在忙碌工作的中年男子就是陈光 见到我们的到来 她显得很是坦然 承认自己就是叮当的亲生父亲 可对于站在一旁的女儿养母 陈光则显得有些冷淡 女儿生病住院的这两个月时间里 她和妻子曾先后两次去医院看望 妻子甚至还在医院陪伴照顾了几天 对于亲生女儿叮当 夫妻二人绝不存在置之不离 此时 叶秀英却有着不同的看法 我去认的时候 叶秀英指出 无论陈家夫妻之前为女儿叮当付出多少 现在女儿生病 于情于理 他们都应该去医院照看 而陈光却解释说 自己不去看望女儿 就是因为养母叶秀英的阻拦 就在这时 旁边的一位中年女子 冲叶秀英吼了起来 眼前这位就是叮当的亲生母亲 肖美华 面对叶秀英 肖美华显得很是气氛 表示女儿现在的疾病 跟叶秀英有着很大的关系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最后 肖美华 爆出了一个惊人的隐情 肖美华 这个病不是我们给她的 她已经磕了两年 磕了两年没给她去看病 她说是我们 怎么问我们的 小美华气氛地表示 女儿叮当早在两年前 就已经出现肺结核的预兆 但却被养母叶秀英一拖再拖 她认为 女儿现在身患重病 叶秀英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但毕竟现在叮当生病住院 陈光夫妻能否放下 对叶秀英的建怀 前往医院看望女儿呢 你看一下这个伤口 这女儿 前两天 这是你女儿前两天 她弄手术这个伤口 您知道吧 真的 小女孩昨天突然 这个事情 最后的话就都哭了 还有她 这个这么长的伤口 医生说二三十公分 这个把整个脾脏都给切了 这个您知道吧 我问了她 切胆 切胆呢 整个胆 所以说是 整个胆 真蛮严重的 我知道 对 真的蛮严重的 你看小女孩 这时候她的女儿还是很坚强 她这个人呢 太多了 我们 我们这个 反正我们一直盖 就盖 那是她的强迫 我怎么样 那我就不得意她的 我告诉你们 这不是什么强迫不强迫 这是你女儿的意思 哎呀我知道 我是想我心里好多好多 我告诉你了 我在那里照顾她身边 我知道 我知道了 我是想心里好多了 哎呀她的女人 太大肚了 现在吧 陈光 夫妻二人还育有一个年长叮当13岁的儿子 虽然如此 但是蔡国强夫妻对叮当是视如己出 满足女儿的各种要求 一家人的关系也一直很是和睦 直到三年前 女儿的亲生父母 陈光和萧美华突然出现 这让夫妻二人猝不及防 而更让人感到奇怪的是 自从那一次相认过后 叮当的亲生父母又随之与其断了联系 这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隐情 原本一边是亲生父母 一边是养父母 同样为叮当应该是相处融洽才是 可为何现在闹到视同水火的地步呢 我们打不到两千多块钱回去吧 他就打电话过来 他打电话过来 用我们钱打个手 他就说 他就说到女儿到哪里到哪里去 你到我这里 我愿意到哪里去 大爷说到早上去完了 他就回老家了 他就说我们居然走了 他讲说这样的话 你看我心寒不心寒了 所以这个中间三年我们没有往来去 对吧 他是等于说那次的话 他是觉得是你们要抢 对 也听说这个意思 我们也在他们家 你又说刚才娘要抢 我们刚才打过来 那你 你有这么说过吗 我没说抢 那你为什么每次和信息 每次和信息都是 我没说得抢 你女儿怎么 你借回去吧 我没说 你这个是什么抢 是吧 肖美华承认 三年前 陈家确实未经蔡家同意 便与女儿相认 但初中 也是为了给予女儿更多的关爱 并不想破坏女儿原有的生活 但鉴于蔡家对他们始终怀有戒备 为了打消蔡家的顾虑 陈家人在接下来的三年时间里 与女儿叮当断绝了往来 直到去年年底 叮当生病住院 事情又有了新的变化 女儿的话是很想让你们去照顾她 去看望她 她呀 最近一段时间 是因为她的原因吗 就是 对 就是这个原因 就是这个意思 因为她的什么原因 就是这个原因 不想跟她一块 我不想 我惹你不起 躲着你起 我告诉你呢 我为什么跟她养父 可以沟通 可以很愉快地交流 她们的养父还是懂事 你知道吗 就是她老是 其实女儿生病住院 陈光夫妻也很是焦急 但毕竟夫妻双方都有工作在身 无法时刻陪伴照料女儿 可养母夜秀英 却丝毫不体会她们的难处 反而赌气说 要将女儿送回来 这让陈家上下是气愤不已 而对于这一说法 夜秀英却并不认同 当我这样喝了一瓶就喝 你不要老是这里 你说这个事是吧 你当我去 我刚才没过来 没来 我刚才没过来 那天发的电话 就是你在旁边说 那天他在旁边说 我女儿就跟着她说 你怎么能自愿走呢 我去 我去 去了为止 你不能把你自己的思想 把自己的思想 强调给我女儿 知道吗 夜秀英表示 自己的确多次要求陈光夫妻 前去看望病床上的叮当 但那却是为了满足 女儿心愿的情急之举 对陈家人并没有什么恶意 而在陈光看来 夜秀英这样的情急之举 却影响了女儿的安心养病 更使得女儿与他们产生了许多隔阂 为了透露更详细的情况 陈光将我们拉到了里屋 就是你有两个孩子 就不能生地上去 就是这样子 所以说把第二个送给了 原来当年为了能生育一个儿子 陈光将刚刚出生不久的二女儿叮当 抱给了自己的大姨 委托大姨帮忙暂时照料 可让她没有想到的是 这一决定 却造成了一家人跟女儿 长达十三年的分别 当时是约好了养多久了 两个月 两个月 只有两个月之后 你们去找就约见了 那后面的话 那你跟大姨这边的话 也是关系就 就是人头不说 说在哪里啊 他不说 当然是找了 就是找不到 怎么找呢 大天到处大天了 到他那一块去找 整个乡下 我大姨是在 那个农科所 就是原来叫下山农科所 陈光说 当年孩子抱给大姨后 又经过几次转手 等到夫妻二人再去寻找时 已全然无果 为此 他跟妻子萧美华 内疚了十三年 也苦苦寻找了女儿十三年 直到十三年后 经过多方打听 夫妻二人终于在蔡家 找到了丁当 当时的照的照片 十三岁 十三岁 就是 丁章 丁章 这是我儿子 这是我妹妹 跟你说过那一年 就是他 他不过来 就带他到处去玩 去 手上啊 到老家啊 他爷爷死了 就到他爷爷平上去看了 就是三年前是吧 那那个时候的话 那就是他 能看出来 他还是挺爱心的 对 他们都玩得好 玩得都好 还是有血缘关系 这张照片拍摄于三年前 当时陈光费尽千辛万苦 找到丁当 召集全家上下 一起庆祝 三年之后 女儿早已出落成 亭亭玉丽的少女 自己的手机 也更换了多部 但唯一不变的 却是手机里 这张女儿的照片 每次想念女儿 陈光就会翻出来看一下 有两个孩子 原来他确实不容易 习主的话 证别不多 觉得对不住他 虽然不是我 不是我的直接造成的 但是 毕竟是我这里出去的 还是有内疚 一直内疚了十多年 说到女儿叮当 这个年制不惑的男人 不禁声音哽咽 一方面 当年又与自己主观上的疏忽 导致女儿 与一家人分离十多年 陈光一直觉得亏欠女儿 但另一方面 眼下自己 还有两个正在读书的子女 经济压力颇大 不可能时常过来照看病态中的女儿 在现实与情感的矛盾中 陈光对女儿也是愈发愧疚 随后 蔡家夫妻跟我们打来电话 约我们见面 这就是丁章的房间是吧 丁章 蛮宽大厂量的 还有空调 这是说 他的刚来的时候的照片是吧 这是这个的 这几个月大 是一岁吧 一岁的时候 这个呢 两岁多了 两岁多 红柯乐是吗 哦 两岁多 这是两岁多的 这个可能是四岁的 最后有七八岁的 这个是七八岁 七八岁 基本上他每一岁 每一年都到了一个 一岁到十岁 一年一个 宽大厂量的睡房 特意安装的电脑 甚至每一年女儿过生日 夫妻两人都会雷打不动地 为其拍照留念 生怕漏掉女儿成长的点滴瞬间 一张一张 直到女儿从墙堡中的婴儿 成长为如今 亭亭玉丽的少女 小时很可爱 现在也很可爱 怎么可爱 管得我们大出去 没有我们抱 人家就是你要抱 他也要抱 就是那个养娃娃 养娃的养的很可爱 他爸爸七八岁了 还抱在那个头上 养着他 有听话 你有讲什么 咋听听什么 特别懂事 只要他吃饭就吃饭 睡觉就睡觉 同一个学生里的老师 打电话 帮帮帮帮帮帮帮 你来接我吧 就是这样的那种 还是这种钱的话 就帮帮了 尽管抱养叮当之前 蔡家夫妻已经育有 一个十三岁的儿子 但叮当 却像是上天赐予他们的礼物 让年至不惑的夫妻俩 欣喜不已 而养女叮当 也是乖巧懂事 给夫妻二人的生活 带来了数不尽的欢乐 也正因为此 蔡家夫妻 更是加倍地呵护 这个来之不易的女儿 可随着陈家人 三年前的突然认亲 让原本和睦的家庭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原本蔡家夫妻计划好 等女儿大学毕业后 就将身世秘密告诉给她 可三年前的认亲 却让蔡家夫妻多年来苦苦维系的 这份养育亲情 面临着巨大的考验 蔡家夫妻担心 如果哪一天 女儿离他们而去 那么他们十多年的心血 将复之东流 我现在又不问你要钱 也不问你要什么 只要问你要 要那个爱 你打个电话给他 也可以吧 你也跟他们说了 跟他爸爸说了 说到女儿 这个年过半百的男人 不禁声音哽咽 眼看着女儿日夜忍受疾病的折磨 而自己却无能为力 蔡国强是心痛万分 现在她能想到的最好的方式 就是让女儿的亲生父母 来医院看望 在情感上多多鼓励孩子 而为了挚爱的女儿 以往所有的隔阂都可以放下 那么最终叮当 能否达成心愿 见到亲生父母 亲养两个家庭的矛盾 又能否化解呢 按照蔡国强夫妻两人最初的打算 他们远想着等叮当考上大学 再将绅士秘密告诉养女 可计划赶不上变化 随着三年前 陈光和小美华的突然出现 在这个原本平静祥和的家庭 掀起了轩然大波 蔡国强夫妻认为 陈光和小美华 未经他们的同意 便将叮当的声势全盘说出 这样冲动的做法 不免给女儿今后的成长 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 而在陈光夫妻看来 现在女儿身患重病 他们在心痛之余 更加觉得女儿的养父母 对此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正因为对待问题不同的思考角度 让两家人三年来 矛盾是愈演愈烈 直到去年年底 叮当生病入院 两家人的矛盾最终爆发出来 但无论青阳两边的父母 有多少的纠纷 毕竟他们关爱的共同目标 都是叮当 现在只有两边摒弃前嫌 才能够真正让叮当 健康快乐的成长 那么对于叮当 最终青阳两边将会作何决定 叮当还能否达成心愿 见到自己欲丝夜想的亲生父母呢 初三那一年 他们自己偷偷摸摸来学校里面找的我 我才知道的 找你怎么说的 当时是那个奶奶来找的我 然后我就说不认识她了 然后她又拿出一张纸来 上面写什么电话号码啊 感觉这种事情不可能发生在我身上 曾经叮当一直相信 自己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孩子 可三年前突如其来的认亲 却让年幼的小叮当 一时之间手足无措 她想不明白 一直以来疼她爱她的父母 竟然跟自己毫无血缘关系 而那个曾经处在幸福中心的自己 竟然是被领养的 自此之后 叮当的心境 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自此之后那次见面之后的话 你就在双方的那个家庭 你都有可能 现在其实夹到他们 那个中间也挺为难的 是吗 爸爸还好 妈妈之间 比较为难 认亲之后 原本活泼开朗的叮当 开始变得忧郁敏感 她开始像小大人那样 照顾着亲养父母之间的感受 可她越是心怀顾虑 两个家庭的关系 就越是超出自己的预期 双方的矛盾也愈发激烈 本应是人生最美好的年华 可叮当却是被各种烦恼包围 就在这时 我们在叮当的病床边 发现了一个书包 看看画去 现在我感觉你拿出来这一本 都有点费劲啊 好重的 好重 这是英语 基本上与树外 那个树里画 这个都有是吧 对对对 你是想着 考大学 考一本吧 考一本 就是一本是吧 嗯 你的梦想呢 就想 有什么定了自己的目标吗 考那个大学 古南师大学 古南师大 但是我想着 跑古南师大来 想考的一个商业呢 想当老师吧 谈及自己的理想 叮当的脸上 放过一丝笑容 他说自己的梦想 就是考上 湖南师大学 将来成为一名英语老师 而为了这个梦想 即便现在卧病在床 自己仍旧坚持 每天看书学习 身体上的病痛 尚且能够忍受 但两个家庭 日趋激化的矛盾 却无时无刻 不再影响着自己 也让自己 冲刺梦想的道路上 蒙上了一层阴影 就是一小口一小口米 对 不能一大口 怎么不能一大口呢 它就吃下来的咳嗽嘛 哦 喝多了 就是咳嗽 就是咳嗽 这就吃了三条 这么多就咳嗽 它没一层就吃这么点东西啊 咳嗽的鸡 咳嗽的鸡都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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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没咳嗽 咳嗽 咳嗽的这个了 咳嗽的这个 每一顿饭 叶秀英都会为丁当准备一碗营养汤 可每一次 女儿都是只喝几口 便匆匆作罢 叶秀英明白 女儿之所以中日闷闷不乐 就是因为两个家庭 连日来不断激化的矛盾 为了解开女儿的心结 叶秀英决定 再次找到陈光 进行协商 除了是干净 干净的 干净的都干净的 不干净的 干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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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有点 咱都别一样 没干净的 就是 阿姨 阿姨你也是觉得 就是说你这边的话 有时候说话也比较迟 比较冲 不怎么考虑他们 再次见到陈光 叶秀英便开门见山地表示 自己性格有些急躁 之前处理问题的方式 确实有些欠妥 但眼下 女儿叮当的病情 不容乐观 她希望两家人 能摒弃前嫌 携手帮助女儿 渡过难关 眼前叶秀英让步 陈光的态度 也对之前的恩怨释怀 有些方 其实是在这个地方 不能下去 你知道吗 你知道这个意思吗 也不下去 如梗在喉了 是谁 有些人 有些人 是谁 对呀 不是 是谁 是谁 这些人 是谁 我 去 陈叔不介意吧 不介意 我不用多说 即使这些年蔡家夫妻对女儿叮当的付出 陈光也一直看在眼里 无论亲养两个家庭有多大的隔阂与误会 但本意都是为了给予女儿更好的爱 现在为了满足女儿的心愿 陈光即刻决定第二天动身前往医院 看望女儿 第二天一大早 陈光提着水果如约来到医院门口 由于太过兴奋 他甚至一晚上都没睡好 而与此同时 病房里的叮当心情却有些复杂 见又不相见 为什么 为什么想见又不想见 能说得想了些点吗 为什么之前不来电视台一去他就来了 你的意思是说他就迫于压力 对 不是 不是心甘情愿那个 两个多月来 叮当无数次的思念父亲 可当即将见到父亲时 他对父亲的埋怨却又瞬间涌现出来 在他的内心深处 他仍旧无法对父母这些天来的冷淡态度释怀 那么 时隔多日的父女相见 究竟是一番怎样的景象呢 对父亲的生命 刚进门 陈光就从口袋里掏出一打钱塞给女儿 想给予多日未见的女儿一些关怀 可叮当的情绪却瞬间激动起来 不愿接受父亲的资助 见此情形 陈光赶忙问候其女儿 不愿多 不看清楚 用不法鲶uits 随時光 復讐 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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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蓉 蓉蔥 蓉 面对着亲生父亲 多日来强装镇定的叮当 终于不顾一切的嚎啕大哭 这一刻 他不再是坚强的小大人 他只是一个需要关心关爱的小女孩 其实 他在乎的并不是钱的多少 而是父亲的关爱与陪伴 而此刻 陈光 也是眼眶泛红 我其实一直很感激 我也有口中 我也有这么一个家庭 我一个人就撑起这个家庭 就撑起这个家庭 他妈挣的钱也不多 说实话 我每个月的开支 我每个月的开支 我挣的钱只够每个月开支 知道吗 我上次来看 上次来看你 那带三千块钱 还是跟我妈借的 我妈的钱也是 他两个女的 这个给的那个给的 就是上次 上次来 其实也是借我妈的钱 她在那里招呼四几天 就说在那个废节和住院大楼 其实我们也很 不是说苦 这是现在是那个困难时期 过渡时期 知道吧 每个人都有一个时期 我现在两个孩子不熟 两个孩子不熟 这个单子是很重要的 陈光做了半辈子的电汉 每天起早贪黑 但家境却依旧结局 要强的他 觉得只有在物质上拼命付出 才能弥补对女儿 这些年来的深深亏欠 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自己越是忙碌挣钱 女儿对自己的埋怨却越深 直至现在 陈光才恍然大悟 女儿最需要的不是金钱 而是关爱 你刚才没注意到 我来说一下 你刚准备抱歉一下 你这个小姑娘的笑 我觉得你要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 就是我们这种情报 当然太吵了 他其实很需要你的关心 他不是需要你们的钱 你看我一说这个 他又可以用 你就别扣 对 放长一点 帮九点 帮九点 我把腰里面帮你们用吧 他教了 跟他爸爸去教了 应该的 应该的 随着妇女间这一刻的相拥 叮当的泪水再次清泄而出 其实 叮当的要求并不高 只需要亲生父母 多一点时间陪伴 多几个电话问候 甚至多几个简单的拥抱 他的内心就已很是满足 此刻 叮当对亲生父母的埋怨 也终于释怀 也终于释怀 这孩子是最 那这个 他很懂事的很懂事 那这抱一下之后就离开 这就像是 危险 危险 叮当理解亲生父母的艰辛与不义 懂事的他也不愿再将怨恨继续下去 他现在最大的希望 就是亲养两边的父母能够放下之前的恩怨 今后和平相处 听到叮当的这一提议 一旁的养夫蔡国强也有话要说 蔡国强与陈光纷纷做出承诺 会将过往的芥蒂抛开 两个家庭齐心协力 共同帮助叮当度过人生中的这一难关 而从此之后 叮当也将不会再对亲情怀疑与忐忑忐 今后的青春 他将会比同龄人收获多一份亲情 多一份温暖 叮当是不幸的 刚出生不久 就离开了亲生父母爱的怀抱 现在正值青春年华 却又要遭遇多种疾病的折磨 体会了许多同龄人都没有经历过的痛苦 但叮当又是幸运的 他遇到了疼他爱他的养父母 能够在养父母无微不至的呵护下 度过童年和少年 而他的亲生父母也并非对他冷漠不离 而是被现实所迫 所做出的无奈之举 至少在晨光夫妻的内心深处 他们一直保有对女儿的爱和愧疚 而今后 他们也会尽自己所能去弥补 这么多年对女儿缺失的爱 从今以后 在伤心难过的时候 叮当会有两个家庭共同的安慰 在孤独无助的时候 叮当也会得到两份温暖的关怀 叮当的成长之路 不会再孤单 欢迎回到由陈克平面条冠名播出的《寻情记》 那今天的寻情故事就给您讲到这儿了 感谢您的收看 欢迎您拨打伊丰祥之漫游寻情热线 0731-848-02110 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 由陈克平面条冠名播出的《寻情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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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尋找一个渡客 尋找一个渡客 把自己 accepted 收入